接着罗曼蒂克肖王室的主创来上海的机会呢 日前电影中的八位主创也是齐刷刷的做客我们节目 阵仗这么大我们自然也要好好的招待咯 那究竟用什么招待大家呢 赶紧来看一看咯 各位娱乐新天地还有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丽青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罗曼蒂克肖王室的主创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 这部电影也是我们东方娱乐共同来出品的 所以大家要多多捧场 那首先让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美味主创啊 用上海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阿翔先 我是阿娇 欢迎阿娇 你说的好标准啊 我是独唇 憋了半天没憋唇 龙豪 我是福斯伊 刚上海五 好了 呃 龙豪 我是独刚 我的名字用上海话说不出来好奇怪 独刚 呃 呃 大家好 我是葛优 哈哈哈哈 你好 我是宇君 哇 大家好 我是王之敬 我跟大家说上海话不是很标准 说一说我也不标准 真的 真的被带的 来这边呢 其实大家宣传啊都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这边也不客套了 我们互动一下玩一玩 今天准备了上海的小吃 今天我们节目组给主创准备了上海特色的生煎锅贴司饭糕春卷 犒劳大家 当然小龙也必不可少 但是今天的小龙有点特别哦 打开看看吧 我来帮大家 每人选一个 因为这个小龙不一样哦 八色小龙 八种颜色的小龙 大家可以每人选一个 导演先 您挑哪个颜色 因为我 呃 希望我们的电影 明天能够有非常好的收成 所以我选一个红色的 好 OK 诶 导演懂哦 先吸汤的 同样有经验的还有霍思燕 选了一个粉色小龙的他 吃起来也是鲜吸一小口 想比之下 阿娇就比较口味重了 选了一个灰色的小龙 颜泉则依旧淡淡的 选了最原始的鲜肉口味 不过为了避免见到衣服 颜泉可是一口下肚 只是颜妮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把汁水弄到兔子上 啊 啊 哎 小龙破了一个 很好的预兆 预兆当天就能破译 不过小龙可不止一龙哦 还有一龙 这一龙啊 完全不一样 这一龙什么意思呢 它一个是榴莲馅的 一个啊 是肉馅的 也就是原味的 结果杜香成为勇敢者 大胆挑战榴莲馅 而这时候霍思燕主动帮老公夹小龙 但没想到刚刚还夸了一下霍思燕会吃 但是在假小龙的时候 一不小心又破了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画是用上海画拍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剧组对上海的情感 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 使我们罗曼蒂克消防室的这个票房能高一些 这样大家就离罗曼蒂克消防室二 有劲了一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等等 这就结束了 说好的吃榴莲小龙呢 别急 彩蛋最后奉上 有没有尝过这样的味道 没有 这是榴莲吗 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到 有没有尝过这样的味道